她每次在杀人前 都会先刨开孕妇的肚子 然后再将腹中的胎儿给取出来 看到宝宝还有心跳 女人激动地当场就流下了眼泪 再将孕妇的尸体给肢解后 像扔垃圾一样将其抛尸荒野 而这已经是她残害的第四名孕妇了 医生名叫小丽 由于患有先天性卵巢疾病 导致她和丈夫结婚多年 却一直都要不上孩子 因此小丽每天都会给自己注射排卵针 但也无济于事 你听我说 就算没有小孩 最终丈夫因无法接受她的行为 选择了和女人离婚 可小丽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孩子的原因 她的心里也渐渐地变得扭曲 这天一个女人私下里找到小丽 准备让她帮忙拿掉腹中的孩子 想起自己为了怀孕受尽了折磨 而对方却那么地不懂珍惜 于是一个邪恶的想法就在她的心里涌现 在将孕妇麻醉后 小丽就残忍地将女人给分成了十几款 从那一刻起 她就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审判 在残害了第四名孕妇时 她发现对方的宝宝竟然还能存活 于是小丽就准备抚养这个孩子 想以此来弥补自己内心的空缺 这天小丽在给宝宝买东西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前夫和她的妻子 两人正一起计划着孩子的未来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无数的恨意顿时涌进了小丽的内心 为了报复对方 她就以医院的名义 将丈夫的现任给骗到了那家废弃的诊所内 趁她不注意直接注射了一针麻醉剂 可就在小丽准备划开她的肚子时 任飞几人却及时赶到 这才让现任捡回了一条命 在对夫妻二人进行了盘问后 任飞和老谭也得知了小丽的存在 而她的一切特征和作案动机 都和梁延东推测的一模一样 看来真正的凶手就是她了 于是警方就根据种种线索 很快就找到了小丽的住所 虽然让她利用监控成功逃脱 但是老谭却在一间密室内 发现了那个早铲 为了引蛇出洞 老谭就让媒体放出消息 说那名婴儿已经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果然到了第二天 小丽就伪装成医生 准备将宝宝给带出来 可她异常的举动 却引起了一名警察的怀疑 而就在核实身份的时候 小丽直接拿出了手术刀 同事们听到枪声立刻前去支援 结果小丽却已经挟持了一名护士 最终老谭来当做人质 将她给带到了婴儿房 在看到宝宝后 小丽瞬间就哭得撕心裂肺 她知道自己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于是就恳求老谭 希望有人能够好好地照顾这个孩子 在她放下手枪的那一刻 笼罩在东陵市的连环分尸案 也终于告破 警方也在小丽的交代下 找到了那些死者的头颅和下腹部 虽然东陵市又恢复了平静 但属于梁延东的案件才刚刚开始